只要你能找到 能攻击袁瑞郎的证据就行了 任何八卦或者小道消息都可以 只要能攻击到袁瑞郎 我想飞走 一定会领这个情难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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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总监 这儿 初小姐 你怎么跑上海来了 我还说要去江州场你 好好感谢你 我算是掩耳有幸吧 这五千万能解决 全靠你的帮忙 其实也说不上帮忙 这也是我的公司 于情于理我也是要出面出面 不好意思 喂 你快排到了 好 马上过去 初小姐一会儿还有事 其实我这次来上海是卖房子的 卖房 要不然哪来这么多钱啊 那 那 那这些钱 都是初小姐你自己的 算是我自己对自己的投资吧 房产是死的 人是活的 况且钱不用 你永远感觉不到是自己的 我们第一次的合作 不够诚意吗 太有诚意了 初小姐 我之前虽然一直以为你厉害 有手段 但是我小瞧你了 你仗义 大气 我能认识你这个朋友 算是我的荣幸 我可没有你想象中大气 自开始我也不想用自己的钱了 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 遇到了画手镇这个无赖 他不拿钱 我又信誓旦旦跟你保证过 要是我失信了 我以后怎么出来混 经过续媒 我今天算是 真正地理解了这个词的含义 方总监 你是不了解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 我十六岁就去了北京混 我是在人情圈里摸爬滚打长大的 在这个圈子里最重要就是陈信 你要是没了陈信 以后谁敢找你啊 所以我早已习惯了这样我也改不了了 你千万不要觉得这一切我是特意为你做的 我们俩就是互相合作 互相成就的关系 初小姐 大写的福气啊 我现在对你的未来充满着信心 期待我们的合作 可是我现在还不能给你签 因为我跟画手镇还有些账没了清 你还需要等我一段时间 没关系 等多久都行 我们一定会合作的 那一言为定 我的助理还在订税局帮我排队 我得过去了 你等我的消息 行 好 慢走 好 苏总 鸡羽 不好意思啊 我这样突然跑过来 没事 进来坐 来 坐吧 随便坐 给 谢谢 再 genetic 事情不是都解决了吗 你怎么看起来 心事重重的样子 有件事情 我实在不知道跟谁说了 我来找你 我自己也觉得挺奇怪的 可是除了你 我找不到别人 想来挺讽刺的 我以前那么讨厌你 但是在我最走投无路的时候 却只能来找你 你是阅兵的朋友 什么事你都可以来找我 耗着你五千万不是已经到账了吗 怎么还说走投无路啊 有件事情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跟别人说 怎么开口 是燕妃和孟威的事吧 之前玉斌一直问我 昊晨丢钱的那天我去哪儿呢 其实那天早上 我在她床上看到你的耳环 我妈又刚好催我回上海 我一息之下就走了 电脑和U盘 就落在后尘了 我回到上海 燕妃来家里找我 我心情很差喝了很多酒 后来的事情 我就不记得了 我只知道 我醒来的时候 燕妃就睡在我旁边 所以方玉斌怎么问你你都不说 就是你宁可要自己不在场的证据 也不希望方玉斌知道 你跟燕妃发生关系了 你很爱她 我和玉斌从中学就认识了 就是那种特别俗套的剧情 她是班长 我是副班长 我从中学就暗恋她 她特别聪明 每天只学两个小时就能考第一 我为了追上她 就拼命努力 是一个地点 后来 高考报志愿的时候 她报哪儿我就报哪儿 毕业之后她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苏总你别笑话我了 我这个人没什么大梦想 我唯一的心愿 就是能跟我喜欢的人一直在一起 她就是我的梦想 我很羡慕你 你们有那么多的回忆 十几年的情谊 我的记忆挺空白的 即使是跟我的家人 也都不曾有过那么多回忆 所以你是个很富有的人 我今天来 就是为了燕妃和孟威的事情 他们两个今天三番四次对我轰炸 就是想让我 从玉冰那儿拿到袁总的黑材料 我没有办法这么做 袁总是玉冰的导师 是他把玉冰 从一个补入油的破公司 带到熔顶来的 所以 我不想让他为了我 违背自己的良心和原则 苏总 你有能力 有资源 你一定可以帮他 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他们在你这公布不了 就会对方玉冰下手 某位威胁我 要把我和燕妃的关系 在全公司公布 我想过了 让他们公布 反正此时信我都写好了 等明天他们一公布 我就离开 我再也不想见到他 所以苏总 如不能再为他做什么 剩下的 就拜托你帮他 颜飞和孟威不会就此罢手的 因为方玉冰做的够多了 你隐藏了这么久的事 就是不希望他去背叛云蕊了 做出来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你很理而不及 我想如果换了是我 我可能 不一定要给这么勇敢 我再勇敢 他也不会喜欢我 你什么都不用做了 他一定会选择你 感情的事情就是这么无奈 所以苏总 我真的挺羡慕你的 真的 别叫我苏总了 叫我苏靳吧 我习惯了 我们不会成为朋友的 因为我们都爱着同一个男人 今天是我单独来找你的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祝你和玉冰幸福 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全力帮方玉冰的 谢谢 接下来去哪儿想好了吗 工作上的事需不需要帮忙 谢谢苏董 但是我自己已经联系好了 我虽然比不上你 但是在你面前 我还是希望自己更有尊严一点 因为我喜欢了那么久的一个男人 选择了你 我不想说得太难看 谁说你输了 就是输了 爱情里本来就是有输赢的 只是大多数人不愿意承认吧 但是我愿意承认 苏总 我是不是特别勇敢 好了 哭够了就笑一个 你是最勇敢的人 你 智云 你是最勇敢的人 你是最勇敢的人 喂 智云 玉冰 我们下个月一起去夏威夷玩吧 喂 智云 你声音大一点 我听不清楚 我在做饭呢 我说 我们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下个月一起去夏威夷玩 你能烠吗 是 是 那饭 哎 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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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志愿 你是家属吗 你是 对不起 是你开车撞呢 那么大一个人 你看不见吗 你会不会开车 我跟你说 如果里边的人有什么再善良的 我今天让你出不了一人 你冷静一点啊 志愿 他不会有事的 志愿 不会有事的 志愿 冷静一点 他出税货的时候 正好在给我打电话 但他边边说的每一句话 我都没听清楚 我会有事的 别担心了 他为什么会在你家附近住车祸 他在找我 找你 他找你做什么 他是担心孟威和雁飞联合起来对付你 他找我帮忙 肯定是孟威 然后拉着他又说了什么 孟威希望他从哪这儿 找到袁瑞朗行贿的证据 那他们找错人了 我这里真的没有袁总收回的证据 准确地说 我根本就不知道袁总有没有收回 我估计这一次孟威给他施压了 他没办法 所以来找我 他们凭什么给他施压 五千万的事情已经搞定了 他们不能再用这件事威胁他 怎么了 医生 怎么样了 很抱歉 我们已经尽力了 但是还是没有救过来的 你说孟威和雁飞对齐宇施压了 应该是 齐宇到底跟你说什么了 今天太累了 改天再说吧 我现在就要知道 立刻 马上 你现在情绪太激动了 我们能不能冷静一下 我们过来跟你再说 好吗 四孟威 我现在就要知道 这话我不想再重复一遍 你确定吗 确定 孟威拿齐宇和雁飞 对 男女关系的事 非常嫌弃 什么意思 孟威有证据证明 齐宇和雁飞是男女朋友 他们让齐宇逼你 变派袁瑞郎 如果齐宇不这么朋友 他们让齐宇逼你 变派袁瑞郎 如果齐宇不这么做的话 他们就把这段关系 下去我怎么管 姑且试试吧 他也是我们最后的突破口 无论是你 还是我 都肯不抢方玉斌 这块骨头 方玉斌这个人 我一点都不喜欢 感觉太骄傲了 他有什么可骄傲的 之前有袁瑞郎撑腰 总是跟我违规暴障 还要气宇替他隐瞒 他就以为我真不知道吗 还不是看老袁的份上 跟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些一切把道德和理想 放在制高点上的人 我都不喜欢 我从进上海荣鼎的第一天 看他的第一眼气我就知道 我和他不是一路人 不过我倒是很想知道 如果他知道 你跟齐鱼有弊队 他会是什么反应 是什么悔者 那是光理的 我所有人都不ğa 哎呀 对不起啊 我不应该随意讨历你 你干什么了 是这边啊 对不起啊 到底做什么 我做什么了 你还不承认 爸 你吃醋了 我跟他谈恋爱是吧 你不是不喜欢人家吗 免费 你真的跟祁宇谈恋爱 我认识祁宇十几年 他到底谈没谈爱 我能当不知道吗 一点都不愧疚吗 愧疚 我愧疚什么 不就是谈个恋爱吗 他 秦宇死了 什么 你说什么呢 你给我说清楚 刚才在医院 我看见他离开了 刚才还好好的 我看了 秦宇出事后 就在刚才 他在哪个院 叶飞你还有脸见呢 你给我记得 是你跟孟威逼死她的 你们的良心 永远不得爱你 我现在才知道 之前祁宇为什么那么胆怯 原来是因为 他办你们俩的事情 被我们知道 之前我还以为 我们不是一路人 没想到你确实是个小人 我是小人 你是什么 祁宇那么喜欢你 你脚踏两条船 我告诉你方玉碑 祁宇 你害死的 你凭什么来质问我 住手 叶飞 住手 我也让你住手代价了 给我闭嘴 我也会让你付出代价 闭嘴 你像什么样子 这也是公司 就不知道 一个代理总经理 都不要干了什么 你自己给我带着你 秦宇死了 你这次玩大了 自己好吃的一吃吧 和你平时就不法买 我们这个中间的照片 一天都会秦宇 一天都会有蒼饰 绝伦的故事 这么说 就是说 苏静插足方玉斌的情感 造成方玉斌的女友惨死 一定要强调 惨死 苏静 我看你这次还不完蛋 要找那个文字能力强的写手 赶紧去吧 好的 了解 要找我 要找我 我们俩是详细的 我们俩是一万个人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现在在忙吗 还在容顶吗 喂 齐老师 那你们明天早上就到了 好 好 我明天在七宇家等你们 叶飞 你还有脸来这儿 这里是七宇回家的毕竟值 你别跟我提七宇 我去过医院了 是意外事故 意外事故 你晚上就能睡着觉了 我想去七宇家拿来的东西 那借个钥匙吧 你不是七宇男朋友吗 男朋友没有他们家钥匙 放一遍 我没有必要跟你解释我跟七宇的关系 我也不想听 远飞 你别再假惺惺的装个好人了 孟威拿监控录像威胁器 她怎么拿到的 我们家小区监控录像 只保存四十八个小区 是谁第一时间拿到的监控录像 你们到底在计划上 这些事情我会一件一件的查清楚 我说到做到 你 começa 喂 程程 快看我给你发的连结 你上热搜了 好 喂 李总 看到了 看到了 都是谣言 我会马上处理的 请您放心 王总 这呀 纯属谣言 我马上处理好 您放心 再见 真没想到 苏靖居然是这样的人 十几年青梅竹马 因为他横刀夺爱 就把这女孩给弄死了 这太吓人了 这女孩碰到苏靖算他倒霉 像苏靖这样的性格 想要的东西就一定要得到的 苏靖这样的女孩呢 对正常男人来说 是没有什么抵抗力 尤其像这种凤凰男 要搭上苏靖少奋斗几十年 这种抢男人的本事 也是天生遗传的 真是造孽 你们俩就双红唱王了没有 爸 我们俩可没在这儿唱双红啊 那白纸黑字你都看到了 我和妈议论下都不行 是 苏靖居确实是你那个宝贝女儿 可是呢 她现在就是那个 过街小三 人人喊打 你有什么办法呢 我是替这个女孩感到可惜啊 你想想 又年轻漂亮的 就是命不好啊 碰到这样个强劲的情敌 把命都给搭进去了 就凭这几张照片 就能断定是苏靖害死的吗 爸 您看清楚没有 是从苏靖家出来之后被车撞死的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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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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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公寓的照片吧 明显就是去找苏靖谈什么事情 没谈妥啊 你那女儿到处给人碰钉了 你又不是不了解 任意 真是太可怜了 一条人命啊 晚上啊 把她叫回家来 一块儿吃个饭 她现在要能回来才见鬼了呢 那些客户老板听到这消息啊 不得跳起来 先把那些大爷照顾好吧 要不然叫了我别睡了 怎么啦 怎么了 你担心了 我一点都不担心 她是一个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 如果是因为这么一点粉纹被老板开了 那就说明她不配坐这个位置 你们啊 就别在我跟前聊这件事了 尤其是你 不要在万人面前煽风点火 她毕竟是你的妹妹 你怎么老说我惹事呢 我惹事能赚钱吗 爸 你这也太偏心了吧 你不说你这个宝贝女儿道德败坏 反过说我惹是生非 我最近在公司每天勤勤恳恳地工作 你有夸过我一句吗 妈 你不要瞒着我了 我到底是不是紧张啊 不要说了 越说又不像话 老苏 这些事情 是你太不公正了 苏静的工作能力我们都知道的 没得话说的 可是她私人感情了 你又了解多少啊 像她这样从小 家教就不证的孩子 长大了 做什么我都不稀奇的 什么叫家教不证啊 我跟她妈妈是合法夫妻 对 踩着我网上把她合法夫妻 这事你怎么不说呢 这十几年是谁照顾你的 你能保卫女儿管过你吗 是谁一天一天跑医院 谁在那熬粒熬汤给你喝 不都是我妈吗 行了行了 别说了 今天 我不陪你去打针了 你让张秘书送你去 老师告诉我 今天那事是不是你干的 妈 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是不是特别巧妙 顺道试探一下老爷子的态度 从她今天态度来看 她是对肃静很心疼的 只是不好在我面前表示出来 爸爸还是更喜欢她 你爸爸是觉得亏欠她的 毕竟是我们上辈子乱七八糟的事情 跟肃静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要她承受这个结果 她妈去世得早 一个人去了国外 一个人去了国外 你爸爸对这件事情 一辈子都感到内疚的 所以说有时候真不知道 谁更幸运 谁更不幸 不过 不过这件事情 做得不错 她虽然嘴巴硬啊 但是 多少有点相信那个新闻 你是怎么知道苏静在谈恋爱的 我找了人二十四小时跟着她 妈 你就等着看吧 苏静为了谈这个恋爱 得付出多大的代价 苏总 安然惦记的黄总也在问候你 把我统一回复 这件事情纯属谣言 我会谨慎处理 对了 把我的手机转到语音信箱 这件事情现在在圈子里面 搞的东西很大 我怀疑是有人在背后操作 而且好几个公众号都发的文章 转发和评论非常多 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能用这种下三滥手段的 除了苏昊 也就没有别人了 把我和方月斌写成渣男小三 对她来说最有好处 容婷肯定不愿意自己的员工 卷到这里面来 那以后面的打算了 我去吧 什么表情啊 以为是方月斌 现在能不能 别火上浇油取笑我了 去啦 沈黄老师 去啦 沈黄老师 好 我不敢来这 来老就想哭 昨天我来过 把房子收拾好了 明天我会找房东把房退了 然后再去处理好好事 前些日子 我和你王老师 就想来看你们了 可是谁想到 连小雨最后一面都没能见上呀 玉冰啊 这好好的 怎么就出车祸了呢 是我不好 是我没有照顾好妈 我不怪你 我就是想知道 好好的一个女儿 怎么说没有就没有了 我 我们原本打算 你们两个也老大不小了 今天给你们把婚事办了 明天生个孩子 我跟季老师把老家的房子卖一套 给你们在上海付个首付 好好的过日子 可现在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你告诉我 我们家小雨走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她最爱漂亮了 她一定希望自己走的时候 也是漂亮亮亮的 她一定希望自己走的时候 去她 去她 不管什么时候 永远都是最美的 苏思雅 苏思雅 出了这么大的事 男主角呢 真是没想到 真是没想到 在我有生之年 还能看到你因为谈恋爱 被客户和股东们围剿 你怎么还笑啊 你不是来安慰我的吗 我是来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幕 这一幕叫 爱情的餐具 你怎么有点心灾乐祸的意思啊 跟我说说 什么感受 有点期待 什么什么 有点期待 我说这位小姐 你知不知道现在 你是业内著名的小三啊 你电话都快被老板们打爆了 你还有点期待 范围斌说她会保护我 还在吗 在呢 你看 苏思雅 你现在就像一个 花痴 方雨冰对你做什么了 把你变成这样 你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苏季 我也很意外 我会变成现在这样 你知道这种事搁到以前 我就直接干净利落脆 发几个律师喊 公告那些公众号 然后接几个大单就告客户 员工的私生活不重要 能为他们赚钱最重要 对 这才是我喜欢的苏季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今天出这个事 我以为我会头疼 但是没想到我会有点期待 范围斌说她会 保护我 我期待她保护我 这是一个机会 给她的也是给我的 你会失望的 会 不会的 一定会失望 因为你把自己的命运 交到了别人手上 这是过去的你也是我 一如既往的我 绝对不允许发生 我想试一试 别去考验她 没有人经得起考验她 许假公关那套 我不想再做了 我就直接承认 承认什么 承认你和方雨冰谈恋爱 对 承认我们在一起了 告诉大家 我们在一起了 她跟契雨 只是男女朋友 你想让方雨冰 跟你一块面对所有人 承认你俩的恋情 你 你太不理智了 咱们先不说契雨失谷未寒 也不说W跟容领关系 多么地复杂 你忘记你来的目的 金盛你不要了 你爸的心愿你不管了 你放心我心里有说的 方雨冰被退出金盛 我在想是苏浩的一个圈套 现在想想 未必不是一种成全 我想过正常人的生活 你知道对我来说 遇到一个对的人 比一份对的工作难太多了 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试 你就这么走啦 我期待你们英雄救美的好戏 希望你们俩被掩砸了 我想赌一把 我从来都没输过 祝你好运 好 刚才的事都听到了 听是听到了 可你知道这么做吗 我觉得你应该在 通知媒体 确定 确定 通知他们 一会儿直播视频传闻 好 我去看 去看 明天 明天 不肯定 应该在乱业里面 十多幸福 的永哥 还在轻易亚宅 再拿 我在跟他爸妈说这屋子 怎么了 忙到现在都没开电话吧 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给你发了个链接 你看完了马上给我回电话啊 好 你在看什么照片啊 没什么呢 雨冰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呢 没什么 是吗 你怎么不接电话啊 我 你怎么半天没回电话啊 我现在有事 一会儿给你打我去 这个女人是谁啊 王老师 这个女人是谁 这 你看 都这样了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你 有什么好解释的 对 追 这 是